好想好想你,好你好你你 最近网上讨论的最热闹的事情 莫过于林心如与周杰的那战 林心如的诸多黑料也都被挨了出来 再加上慈善业维坚事件 一时间他已破变化 家人可谓是到了风口浪尖上 其实本来这件事情已经慢慢趋于平息 不过近日林心如却开始作死 对外公布自己会暂时吸引 且会暂时退娱乐圈 这无疑是在自己的身上火上加油 不仅会损失高额的广告代理费 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前途 对于林心如的这一举动 网友们也是看法不一 有的人认为目前他正处于风口浪尖 暂时退出娱乐圈是个明智的选择 而另一部分人觉得一旦暂退 但复出的时候人气便是寥寥无几 这无疑是在自毁前程 还有的网友观点则是离霍建华 与林心如离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他们认为目前是霍建华事业的上升期 但娶了林心如之后 名声就一直下跌 两人并不适合在一起 所以最终很可能会选择分开 到底这次的事件会对霍建华有多大影响 也许不久后就会知道了 因为他主演的如意转即将开播 是在创收是神话 还是会惨断收场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无论怎么讲 林心如曾经是许多八十 九零后的女神 这是实话 她扮演的紫薇等经典角色 会被大家永远记住 毕竟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说实话 林心如选择淡退娱乐圈 确实是有利有弊 不过既然这是她的选择 我们也无法干涉 只是希望下一次复出时 她能变得更好 期待和你再次相遇